周立波晒出录音赤唐爽前后矛盾编造篮车细节 周立波晒录音赤其自相矛盾 7月18日,周立波发文称唐爽编造了警察篮车的细节并自相矛盾 周立波在文中称唐爽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警察篮车细节不仅跟周立波的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完全不同 也跟他自己在警察局做的笔录大相径庭,并上传了一段与唐爽的对话录音 周立波远文 四街唐爽谎言,以编造警察篮车检查细节,前后自相矛盾,究竟是什么用心? 唐爽在采访中编造警察篮车检查细节说,下车后,警察询问是否可以搜查车辆 他将警察的英文翻译给了周立波,唐爽还特别强调他给周立波说明了如果不同意搜车的话,警察也可以开搜查证搜车,所以周立波迟疑之后只好同意了 这是在暗示公众周立波知道车上有枪在急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意搜车 有媒体马上识破唐爽关于这一细节的叙述,不仅跟周立波的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完全不同,也跟他自己在警察局做的笔录大相径庭 还有网友留言质疑唐爽在采访中看似思维缜密,但是总觉得那里不对头,此外,采访中唐爽反复强调被包是放在驾驶员后座,暗示是开车者自己放的 真相到底如何,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跟唐爽在2017年1月24号的电话录音 为了给代理律师提供更多案发现场情况,我在案发后第六天用录音电话打给唐爽,何时案发当晚他在现场是如何跟警察沟通的 唐爽在电话里承认,第一,警察问他可不可以搜车,他直接回答,可以开车门,你们搜吧 第二,我质问他为什么不跟我翻译沟通,就擅自允许警察打开后备箱搜查我的车辆,他闪烁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第三,我说我确信我的包是放在后备箱里面,唐爽说他也不知道包放在哪里,警察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他看过,也不可能允许他走来走去 还抱怨任何东西都是警察口说的,没有拿给我们看过 第四,我当时连一句hello都没有说过,没有机会说,都是你唐爽在说 因为存在语言障碍,我的确不知道警察在干什么,在说什么 第五,我质问唐爽如果我知道有枪在后面,我怎么会给警察检查呢? 唐爽对此也说当时感到莫名其妙,还主动提到警察给他做笔录,他给警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何是隔一年半后又在媒体采访中大放厥词,编造一系列不利于周立波的谎言 你知道我在现场连一句hello都没有说过,为什么一派胡言乱语说我在现场乱标英文 明明是你擅作主张未经我同意允许警察搜车,为什么颠倒黑白捏造你向周立波翻译清楚了警察查车意图 你在媒体采访中信口开和编造我同意警察搜车,但又十分荒唐地主观一段我在现场没有站起来阻止搜车 就证明我是同意的你自相矛盾,极尽诬陷之能事,究竟是什么用心 而在昨日17日,周立波就曾删出保释金单据,发敞文称唐爽在媒体采访中望故事时 以小人之心揣测周立波之前制止他叫朋友帮忙,称唐爽诬陷想推卸责任 你一段为我们有旅行承诺,还编造了一出无论是事实还是逻辑都难以自洽的阴谋 并称唐爽,并称唐爽添油加醋,问心无愧吗?文莫再次质问唐爽,你好称年轻的科学家,难道不知道已是实为依据去探究真相吗?作为暗见当事人,你难道不知道必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法律责任吗? 周立波发敞文并晒出相关证据,周立波远文 三街唐爽谎言,为你交保释今晚了几小时,却被诬陷未想推责任给你,你问心无愧吗? 唐爽在媒体采访中望故事时,以小人指心揣测我之前制止他叫朋友帮忙,而我太太胡杰没有一起给两人同事交保释今,是为了给我留足够的时间把责任推给他 他还杜撰我保释出去之后跟记者说,枪支是合法的毒瓶,不是我的车上还有其他人 胡杰给你交保释今,以及法院后来退还胡杰的保释今的单据都在这里建图片,他当时是在双方律师的陪同下先后给我们俩办的取保手续,程序复杂必然有先后次序 我们同一天取保,前后也就相差几个小时,就被你一段为我没有旅行承诺,还编造了一出无论是事实还是逻辑都难以自洽的阴谋跪计 这种好心被当驴肝沸的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每每想起都让我们心寒,也让很多网友所不迟 2017年1月20日,有很多目击者和媒体报道都可以证明周立波走出警局只说了枪是合法的,没任何一句言语说道你堂爽 而道你口中就变成了周立波被保释之后,出去对媒体说,枪支是合法的毒瓶不是我的车上还有其他的人 这些甜油加醋的说法,你问心无愧吗?你号称年轻的科学家,难道不知道已是实为依据去探究真相吗? 作为暗箭当事人,你难道不知道必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法律责任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